大爷你看我今天岁数小 但是我总结了 人这一生其实可短暂了 有时候一想跟睡觉是一样一样的 眼睛一闭一争一天过去了 眼睛一闭不争这辈子就过去了 今年的春晚活了两个人 一个是变魔术的刘谦 另一个就是小沈阳 刘谦凭借自己高超的魔术早已火遍国内外 而小沈阳这回是在本山大叔极力的帮助之下 才终于火了起来 可小沈阳除了阴阳怪气的造型 极度夸张的东北话 以及较为低俗的笑料以外 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看到他早期在酒吧里演出的节目 更是俗不可耐 充斥着黄段子 听说这也是东北二人传的现状 以低俗来取悦观众没有什么艺术内涵 那小沈阳到底能够火多久呢 有人说当今就是一个俗不可耐的时代 几百年以后 我们再回头看中国历史上的文学艺术 唐朝有唐诗 宋朝有宋词 元朝有元曲 明清有小说 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表艺术 就是小品和黄段子 这样看来 小沈阳的俗自然可以名垂青史 还有人说 这年头连芙蓉姐姐都能在互联网上火那么久 而且还是金枪不倒 那小沈阳凭借本山师傅的提携 再加上电视媒体的优势 自然可以俗罢一方 引领一个低俗的新时代 又有人说 作为一个艺人 如果想火的长久 必须要有很多高水平的艺术作品 不然也只能是昙花一现而已 比如江坤大叔年轻的时候很火 现在却只能以老卖老 站着毛坑拉不出像样的屎来 那自然会被人无情的抛弃 还有人说 小沈阳主打娘娘枪 学离一春走二椅子路线 靠俗段子逗人乐 让很多人接受不了 一旦大家厌倦了 而他又拿不出什么新东西来 那他很快就会被大家像手指一样丢弃 总之 刘谦是个很有智商的人 魔术水平很高 相信他会一直火下去 可如果小沈阳只停留在阴阳怪气的整俗段子 那他肯定是个早洩行的人物